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胡塞武装这个拖鞋军获得最大的战果 它在红海击中英国的游轮,发生大火 另外,美国搞不到的核反应堆,土机熔岩堆 中国做了出来,还要装上货轮上 让两艘航母更大的核动力货柜船即将会面世 昨天说起,没有无法控制胡塞武装对红海的攻击 胡塞武装马上迎来最大的战果 1月26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薩雷亚说 当日,他们的组织再次发射反弹弹道导弹 攻击航行在亚丁湾的一艘美国驱逐艦卡尼号 和一艘英国游轮马林罗安达号 攻击美国卡尼号驱逐艦的导弹被拦截 但英国游轮马林罗安达号就被击中 它这次打击是直接的令船起火 另外,还有诗诗说,疑似属于印度的游轮 也在红海遭到胡塞武装攻击,但没有被击中 英国海市贸易运营办公室也证实了相关消息 在英国旗下的马林罗安达号游轮 在雅汶南部港澳城市的亚丁 大约110公里处被导弹击中 并且发生大火,船上人员当时请求紧急救援 马林罗安达号游轮建造在2018年 有全球最大的金属和石油贸易商之一的托克集团拥有 马林罗安达号今次是运载俄罗斯的石脑油 摘击发生后,英国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随即走高 马林罗安达号游轮被导弹击中起火的图片 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同图片清晰可见,马林罗安达号游轮发生大火有龙烟升起 船东托克集团其后表示,经历了几小时的救火工作之后 马林罗安达号游轮上的大火最终在当日下午被撲灭 船员已经安全,目前这艘游轮正向一个安全港口 它也在进一步评估红海航行的安全风险 离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员表示 目前货柜船在红海航线的国境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7% 受影响最大的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自从16日开始已经完全停航 可以想象,一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如果被导弹射中,可能发生大爆炸 所以,它们全部避开红海航线 这次英国邮轮重弹起火,虽然最后被撲灭 但邮轮也是高矮,相信未来大多数会避开这条航线 结论是,美日牵图的红海护航行动 阻止不了英国邮轮重弹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行动 另外,外众王毅1月17日起,一连两日在曼谷 和美国国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 相信,这次会议是美国有求于中国 想叫中国帮忙,劝伊朗和胡塞武装 不要诈击红海商船 不过,中国愿不愿意帮忙,就看看大家怎样说 另外,我想说说去年12月,中国船舶集团 公司旗下的江南造船集团 发布全球首营,世界最大的24000个标准 季级数的核动力货柜船船型设计 首个大型核动力这几个关键词 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我之前也提过这支核动力货柜船 如今有更多的讯息透露出来 类自媒体政解局也有个详细报道 可以进一步讲讲 目前全球贸易中,货运的主力仍然是海运 现代货柜船也尽可能朝着 在仍然更大的方向制造 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中海环球号 全场就已经达到400米 可以承载19100个标准货柜箱 再好像瑞士全海公司建造的开拓精神号 它既是世界上已建最大的货物运输船 又是一只多功能的工业巨收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运输和拆射 海上转油平台、沉船和其他大型海洋工程设备的大船 它长382米、货带124米 为这些巨船提供长距离动力的燃料 大致上包括低流重油、甲醇、月醇、鞍等 很多新造货的船也要采用LNG天然气燃料 但无论是上述边准燃料 港以上仍属于化石燃料 能耗太低 而江南造船厂计划打造的超级货席船 排水量接近24万吨 是一艘旁燃大物相当于两艘12万吨级巨型航母船 这次江南造船厂 会将第四代的核电堆型熔岩反应堆 用在这艘货席船上 是一种超前的思路 相对于传统的化石能源 土机熔岩核反应堆 不但动力持久 而且装置很小 产能过程绿色 其实也更安全 在大型船着动力的上上支船 顺第一提江南造船厂公布用的土机熔岩堆 它既然能为体积更大 吨位更大的24万吨级货席船 提供动力 要它成为我各航母的新一代核动力 自然也不是问题了 回到民用能源的角度看 土机熔岩堆绝对是 目前人类技术射程之内 即要逐步进入商业运作的能源当中 最好的能源 被称为其中一种终极能源 现在全面商用最先进的核反应堆 是第三代反应堆 而中国已经试验商业运运的 第四代核反应堆的特点是 更安全、更环保和更可持续 而熔岩反应堆 是六种第四代反应堆堆形之中最成熟的一种 这个美国当年没有搞成的核技术 为什么会被称为终极能源呢? 第四代堆形熔岩反应堆是增值反应堆的一种 这方式性土232作为核燃料 使用融化的架化土 在热中止堆中转化为有233 有233可以分离出来 回到反应堆中循环使用 这就是所谓可以增值了 用完反应堆使用土232作为燃料 是因为土的燃效非常高 用于化电的话 理论上的吨土可以提供相当于200吨有235 或者350万吨毁所提供的电能 反应堆产生的能量会加热水晶器 推动渦轮机转化为电能 冷却之后的熔岩 也可以再次回流反应器 继续参与核裂变反应 整个过程下来核能转化为电能 非常绿色环保 第四代熔岩反应堆 相较传统的水冷式反应堆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更少的核废料 更长的使用寿命 和更广泛的能源应用前景 第一是建造成本更低 熔岩堆用的高温熔岩 因为是液态流体 本身可以作为反应堆冷却剂 而且这种熔岩具有高温低压的特性 即高温时不会压力大增 所以无需压力组件装载它 反应堆的容器没有必要用很重 而且昂贵的特製材料 反应堆就以小型化和轻便化 建造成本也随之大幅降低 亦适合在轮船这种环境中使用 第二是更节能更高效 高温下土的提取和回收技术不断提升 射用了土燃料的高效利用 减少了核废料的产生 更加节能经济效益也更高 第三是可以建设在内陆地区 熔岩堆不是采用水冷技术 而且它的链式反应特点 也不需要用水来吸收核辐射 总体上对水自然的消耗很少 所以不用建在海边 干旱的地区都可以建 特别适合在内陆偏远地方实现高效核发电 第四是安全性更高 熔岩堆发生核泄漏的概率很低 因为熔岩堆在运行过程中不产生压力 出现事故后 熔岩自行流入去处冠封存 冷却后凝固成固体 不会四处扩散 脸色裂变的反应也会自动停止 至于清洁方面更加毋庸置疑 与化石燃料比较 熔岩堆几乎做到零碳排放 据估算熔岩堆的放射性很弱 对工作人员的危害性也很小 另外讲讲熔岩堆发展的历史 正如很多技术一样 熔岩堆研发最早已起源于美国 在上世纪的二战末期 没有用原子弹试到核武器的甜头 刚好它有一大堆核马理学家 在和平年代 无用武之地 于说美国空军就在1946年 开启了飞行器反应堆的实验 想将反应堆小型化 制造出核动力的光炸机 成为一种永不疲倦的铁铁铁 可以不断在天空中飞行 不需要加油 真正实现全球的空中力量打击 1965年 美国像树领国家实验室 建成了液态燃料熔岩实验堆 这是我国成功研发这种堆形前 唯一实现了土机核燃料运行的反应堆 一直运作到1969年 但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用来战略弹道弹技术 突飞猛进 导弹可以越洲飞行 就令到核动力光炸机的价值迅速下降 美国发展熔岩堆 由始至终都只是想作军事用途 未来军事用不到 加上核原料供应紧张 是信成本相当高 燃料消耗大等问题 美国终于终止了土机熔岩堆的研发计划 虽然美国主要研发出熔岩堆 但在应用上没有继续走下去 美国没有搞成的技术 中国就将它搞成功了 俄国研发限量技术 首先考虑不是军事争霸 而是为生产和生活提供能源 因为中国缺乏天然能源 正如正解国评论所说到 所谓角度不同 格局高下立建 2011年 俄国政府在甘肃武威 重启了土机熔岩堆的研究 计划用20年时间 在国际上首先实现 土机熔岩堆的应用 同时建立相关科技队伍 当年1月 我去甘肃武威 开启了一个很小的 200万牙小型试验熔岩反应堆的研究计划 当时主要的技术难关 在于开发合式的合金 能够承受1000度高温和土岩的辐射 10年后 即是2021年 甘肃武威的土机熔岩堆 开始试运行 9年6月 这个项目 为国家铁安全局 颁发的商业运行许可症 预计今年可以拼网发电 这个小型试验熔岩堆的反应楼 是我国基于熔岩堆 四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中国之后还会继续建设 10兆瓦和100兆瓦的土机熔岩堆 其实大力发展土机熔岩堆 我国还有另一个考虑 现在核电站主要用油二三五作为燃料 但是我国的油矿资源比较稀缺 但是稀土资源的储量就相当丰富 稀土矿附含大量的土元素 目前我已经探明的土储存量超过30万吨 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 1884年 罗贝密理学长得主卡罗努比亚曾经计算过 我目前的电能消耗来计 中国的土储存量 可以保证未来2万年的发电供应 可以这样总结 第一 中国湾道超车 在第四核电土机熔岩堆的研发和应用全球领先 除了进行商业市运行的土机熔岩堆核电站之外 也正计划建造全球首营2万4千个标准箱的核动力土机熔岩堆 超级巨型货柜船 第二 这种堆形如果可以用在超巨型的货柜船上 也可以用在我国的核动力核武之上 第三 能源关系到各界民生和国家安全 由于我国的土礦传量世界第二 全面发展土机熔岩堆 就能够保障我国能源的安全 另外 在石楼台示范评我会说到 欧洲前总理莫里森反华相当出名 在任期中搞祸了对华关系 如今就要退出政坛 文说他曾经释出找工 欢迎订阅石楼台收听我的评论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